現在是評審講評時間 首先請消極大獎 各位同學 各位帶隊老師 大家好 我很高興今天可以來這邊擔任評審 我覺得各位同學都已經很盡力地展現你們的演出 你們該給自己一個很大的掌聲 我以下就四點我評審的重點分數 重點項目來跟大家分享 那我想要提四個重點 第一個是語言 第二個是主題 第三 結構 第四 就是呈現的方式 或者是你們的演出 那第一個大項呢 語言 我想要提醒各位參賽同學 我認為發音 就是英語發音要準確 是最重要的 因為發音的準確與否 是直接影響觀眾 或者是評審可不可以了解你們演出內容 最直接的關鍵 那這個發音的準確不一定跟口音有沒有關係 就算你有些口音也無妨 可是那個發音的準確是指說 比如說像母音啊 阿 阿 阿 這種東西 就是要把它發得比較精確一點 那因為有時候在演出的過程中 可能有些劇情的需要會長得比較快 或者是情緒比較強烈 那都沒有關係 可是我有注意到有時候好像就是 這個發音的準確會稍微被犧牲 就比較可惜一點點 那語言的第二個部分 我覺得我會參考的重點是包括說 各位同學你們的講出來的句型 是不是句型很多樣化 而且是無法正確的 還有說智慧的選擇是不是也很準確 所以在第一大項語言部分 就是跟大家分享發音 句型還有智慧 都是我會評分的重點 那第二項主題呢 今年大會的主題是 新年新世代展望新南向 那很多組別 大部分的組別其實演出都跟這個主題有相關 可是可能就是說那個關聯性可以再加強一點 像很多組別選擇的是說 你們演出的方式是從自己日常生活經驗來展開 比如說你們討論到演出是說交換學生的經驗 或年輕人要求職的經驗 家庭的場域 教室的場域 教育等等相關議題 我覺得從自身的生活經驗出發來做為一個 演出的內容是很好的 可是如果說可以把這個圍觀跟聚觀的連結性再加強一點 也就是說讓觀眾和評審委員知道說 你們雖然是從圍觀比較小的事件出發 可是同時你們也了解到整個新南向政策的整個big picture 就把聚觀跟圍觀的連結扣緊一點 那這樣主題的呈現會更明顯 那第二個關於主題我會比較注意的部分就是說 五分鐘的演出其實很短 那五分鐘的演出是不是有個很明確的焦點呢 因為比如說有些組別它的內容雖然很豐富 可是它可能包含的細節 或者說它比較多細小的事項串連在一起 那我可能就會覺得說 那這些細小的事項之間的連結 是不是有一個明確的主題呈現 或者是說也許同學們本身覺得有主題 焦點是明確 可是觀眾有沒有感受到你的明確的焦點 在這五分鐘之內可以很清楚的呈現呢 那第三點我想我會建議說演出內容 盡量不要複製刻板印象 尤其是負面的刻板印象 比如說是不是來自某個國家的人就會怎麼樣怎麼樣 或者說在家庭場域裡面的時候 是不是煮飯的就是什麼性別 或者是在那邊發號施令的又是什麼性別 就可能這些演出內容部分的刻板印象 請參賽同學可以稍微再斟酌 那第三個大項是結構 因為五分鐘時間其實蠻緊湊的 那我覺得時間分配其實很重要 有幾個組別它可能已經到了第二分鐘或第三分鐘 我才感受到說原來這一組要呈現的內容 跟新南向的連結性是在這裡 那好像有小數的 蠻小數的一兩兩組 是到最後一分鐘才點出他們的主題 跟那個就他們演出內容 跟新南向的觀點是什麼 所以可能這五分鐘的時間分配 可以稍微再斟酌 那結構的最後第二點是那個結尾 是不是有完整 是不是有一個sense of closure 而不是就充足的結尾 最後一點我會考慮的評分的重點是 就是你的演出方式或你的呈現方式 那這一部分我覺得大部分的同學都做得非常好 可能因為現在多媒體的資訊的發達 所以大部分都可以參考很多演出 然後同學之間也練習很多次 所以不管是成員之間的默契 還有道具啊包括了配樂 海報 服裝等等 我都看到蠻多組同學 就是用一些日常生活中可以使用的道具 然後就把它組合起來呈現得很棒 這一點我非常的欣賞各位同學的創意 那還有很多演員的肢體語言 都非常的自然很有自信 所以以上是我就語言主題結構 還有演出方式這四點 跟大家分享我的評分重點 那最後我要祝各位同學 持續增進你們英文能力 然後也持續保持你們 這個社會的熱情還有敏銳度 謝謝 各位同學 各位老師好 好 事實上各位同學的英語能力都基本上都是相當好 你們的英語能力呢 事實上勝過我這一代平均來講 所以各位同學在表現方面呢 事實上有一些隊友 事實上差距是非常的近 有時候不是很容易分得出來 有時候不是很容易分得出來 但是呢 我們還是很公平的要把它分出來 這樣好 然後 這個 這次的主題 這個 New Southbound Visions 事實上我們當裁判 有時候會有點混亂 有時候同學表現的內容 有少數幾組 他的主題 你的內容 你要跟我們的 theme 要有連結 而且要 closely related 所以我們會建議同學 就很像我們在寫作文一樣 我們要去研究我們的主題是什麼 你要去研究它 因為它真的是去年 那個政府提出來的 那個的政策 那 Southbound Policy 它 involve哪些國家 我發現到說 可能有部分的同學在你們表演裡面 我會感覺到你好像只談到Asian country South East Asian country 事實上它包括南亞的國家 甚至有包括 Australia、New Zealand 總共18個國家 總共18個國家 這裡面有部分的 那個少部分的那個 隊 它有指出 這個非常好 所以你在做這種 presentation performance的時候 你要先好好的把這個 topic 把這個 theme 好好的讀一下 去尋找資料 然後你才不會 get lost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點 說你所設計的plot 我們的距離有plot 你的plot要很interesting 要很attracting 然後最好能夠fun 有humor更好 我們看到少數幾組 看一看都會覺得很好笑 有humor那會它是一個plus 所以你要 所以我們這個主題就是在強調台灣的優勢 來促進彼此之間的成長跟繁榮 這是我們的這個soulcon policy the purpose 那還有一點就是說 有少數幾組它換場不是那麼順利 我們換場時間 越短越好 但是也不要太rush 有時候會搞砸 所以你自己要去算時間 還有一點呢 就是說我們要有少數幾組 它的音量不夠大 這個音量不夠大會影響到我們對你的了解 有了解 所以你自己要看看你音量不夠大是什麼原因 所以你要自己去測試一下 這個volume voice volume的問題 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 因為這是一種戲劇的表演 它有牽涉到角色的扮演 你要去研究你的角色 比方說農夫 比方說醫生 比方說fly attendants 比方說parents 比方說children 比方說omen 對不對 你要去研究它 然後把它表現出來 把他表現出來 就是說 那個演出者的口氣啊 態度 情感和情緒 必須要合乎我們的情境 然後我們在演出的時候呢 我們所講的每一句lines 講的每句話 都要講完 都要把他演完 所以說 就是說 你是要把你所講的話 把它演出來 用appropriate的attitude 跟emotion把它演出來 不是講完就好了 我看到有少部分的同學 他是好像講完就好了 他話裡面 他只是把他講大聲 沒有帶 他的那個emotion 跟attitude 並不是很appropriate 所以同學這一點 要非常的注意 還有 有關於 語言的問題 就是說 因為我們是基本上 他是用double的方式呈現 很多情形都是face speech face speech 我們常常會用到什麼 kinetic speech 對不對 有一些 有一些contraction 比方說有一些同學會講 I will do it 我們通常會把它連在一起 I'll do it I like to meet with you tomorrow 不是I would like to meet with you tomorrow 所以我們有很多情況下 他是要 他是要連結在一起的 contraction 不是每一個字都把它念出來 那我們句子裡面 也有sentence stress 有一些 句子裡面有一些 詞 它是很重要的 所以你要重度 OK 所以同學 還有一點就是說 我們所有的單詞 不是每一個音 都要發得很很很清楚的 有些音 他有時候是省略 甚至有發跟沒發的感覺 我現在舉個例子 比方說我們在face speech的時候 我們不會講technology technology 對 有些人會講technology No technology OK 或是說 我再舉個例子 比方說 比方說 我們在face speech 我們不會講standardwich No we say sandwich Right 所以說同學 在這個單詞的部分 你要注意一下 不是每個音 都要把它唸出來 OK 還有一些重音 也不是每個syllable 你都把它要唸中讀 比方說 Alice 同學說Alice Alice Alice 他們在講都是Alice Mustem Mustem 除非說你要中讀 你會講Mustem Alice 等等之類的 所以你要注意一下 syllable的輕重 還有一個句子裡面 有一些詞 它是要中讀的 它是要很重要的中讀的 還有呢 我們在表演的時候 你的pace是非常重要的 你要去看這個速度 是怎麼樣 各位同學要去考量一下 就大概是這樣 這個 因為我們第一輪 會淘汰一半的同學 當然是說這個 比賽成績總是有高有低 有高有低 所以呢 所以難免會有遺珠之憾 我希望各位同學 不要把成績放在心上 只要你認為說你有努力了 你真的有在努力 你有學到東西 我想這樣就好了 成績好壞 有沒有進入圍 都還是其次的問題 最後呢 我希望各位同學 把自己鼓掌一下 OK 好 為什麼要鼓掌一下 因為 你面對挑戰 你面對挑戰 你會非常勇敢 在舞台上 你會非常勇敢 表現自己的最好的 那我們再 給我們的指導老師們鼓掌一下 我當過中學老師 我當過中學老師 在我還沒叫大學之前 我當過中學老師 中學老師事實上 老師上要帶隊比賽 事實上他壓力是很重的 壓力是非常重的 因為有時候 成果有時候不完全在 在你身上 有時候在學生身上 有時候在其他的身上 老師我非常感激 老師 承受壓力拿來指導學生 OK 就這樣 謝謝 謝謝各位 各位老師 同學 辛苦了 比賽了一天 那我現在也不要浪費時間了 趕快宣布這個名單 我今天會宣布19個隊伍 入圍明天的團體音樂演講 那我現在宣布的是依照序號 入圍的第一隊序號3號 入圍第二隊序號4號 入圍第三隊序號6號 入圍第四隊序號7號 入圍第五隊序號8號 入圍第六隊序號11號 入圍第七隊序號12號 入圍第八隊序號14號 入圍第六隊序號17號 入圍第九隊序號17號 欸17號也在嗎 入圍第十隊序號18號 入圍第十一隊序號20號 入圍第十二隊序號23號 入圍第十二隊序號25號 入圍第十四隊序號29號 入圍第十四隊序號29號 入圍第十五隊序號30號 入圍第十六隊序號31號 入圍第十七隊 序號三十三號 入圍第十八隊 序號三十五號 入圍第十九隊 序號三十七號 恭喜大家 明天見 再次提醒現場參賽師生 離場前請務必檢查座位周邊 別忘了帶走自己的物品 並請協助恢復場內的清潔 比賽到此結束 謝謝各位